黑色星期五通常是指美国感恩节之后的那个周五 因为全美的采购潮导致了交通瘫痪 商场爆满 人头攒动的恐怖场面 然而没想到 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提前到来了 其竟是短短的几行程序代码 7月19号 当数以亿计的来自全球各地的打工人打开电脑后 突然出现蓝屏的画面 没错 这就是微软系统标志性的死机蓝屏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银行系统 医疗机构 警务系统 航空系统 乃至零售业的收银系统 全部瘫痪 但凡是使用微软系统或者微软云服务的大中小型公司 都没能逃过一劫 可谓是微软挡击了世界瘫痪了 根据报道 微软的多个服务 包括Microsoft Teams Outlook Xbox Live 和Microsoft 365 经历了一次突发大规模的当机事件 用户报告称 他们无法访问这些服务 或者在使用时遇到了连接问题和消息延迟等现象 正是这样的技术故障 导致Windows软件突然关闭 造就了类似于全球多个机场的出发到达信机屏幕 立即失效 医疗系统无法接入 使得病患 延误治疗 零数月的收入系统无法工作 只能收取现金 等等严重影响到普通人生活的窘境 从新闻报道 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网友的社交媒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乘客在走廊里睡觉 西班牙的各大航站楼排起了长队 楼里的工作人员设置了白板来记录出发信息 韩国首尔和日本东京的机场排起了长龙 这种全球统一的场面 恐怕是大家的人生第一次吧 除此之外 911报警服务线路在阿拉斯加 亚利桑那州 印第安那州 明尼苏达州 新罕布什尔州和俄亥俄州中断 英格兰国家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多家医院和诊所因为预约系统和病人记录出现问题 无法接待已经预约的病人 英国一家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 我们无法开处方 即使手动开具 问题也影响到了药店 整个地区都受到了影响 医院的情况更糟 巴黎奥运会组委会表示 奥运会的IT系统受到影响 多国媒体机构因系统故障而陷入混乱 英国的Sky News暂时停播 中国台湾部分医疗机构受到影响 包含台大医院 北荣等医院 挂号领药等网络作业 改人工执行 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 运营商LSE集团表示 正遇到全球技术问题 导致新闻无法发布 日本西日本旅客铁道公司 列车行驶 位置信息因系统故障 导致无法获取 澳新银行 西太平洋银行 Visa和Optos等 金融机构和电信机构 也受到了影响 新西兰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 全球星巴克系统瘫痪 导致无法网络下单 中国香港国泰航空 迪士尼在线预定服务 无法正常使用 马来西亚政权交易所 遭遇中断 以上种种可能只是这次 微软当机事故 所带来影响的一个缩影 可以肯定的是 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 直接受到影响 事件发生后 微软的技术团队迅速进行 问题识别和初步调查 在最新声明中称 该问题是由于 第三方软件平台的更新导致 而这个第三方软件平台 就是CrowdStrike 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 网络安全公司 旨在保护全球大型公司 和硬件免受网络攻击 据悉上周五 CrowdStrike发布了一个软件更新 但这次更新 引入了一个有缺陷的程序代码 当新的代码被应用到 运行Microsoft的 Windows软件的计算机上时 机器开始崩溃 这就很讽刺了 原来导致全球计算机 瘫痪的应用程序 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电脑 免受黑客攻击的 为此CrowdStrike 在其支持的平台上 发布消息声 公司收到大量 关于Windows电脑 出现蓝屏的报告 公司工程部 已确定该问题 与内容部署有关 目前已恢复了这些更改 CrowdStrike一再强调 据信造成中断的问题 不是安全事件 或网络攻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微软公司 以及网络信息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均表示大部分问题 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但这次的全球性 当机事故 恐怕将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 引发大家的反思 可能大家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们的日常生活 竟然与计算机网络 连接的如此紧密 原来就连 曾经的传统行业 现在也都已经 如此依赖这些高科技 可以预见 未来几十年将是AI 伴随着人类发展成长的时代 那如果正在自动驾驶的AI机器人 突然当机呢 如果正在做开炉手术的AI机器人 突然当机呢 短短几行代码 能让这个地球陷入停滞 或许不少人都会担忧 我们的未来 到底能够放心地 交给这些由 成百上千行代码 构成的程序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